规矩一词放在他身上简直就是侮辱 因为别的警察办案讲究证据 而他却自己创造证据 只见他随意地穿上防弹衣 独自一人闯入绑匪老巢 一脚踹开大门 迅速干掉凳子上的小弟 跟着又踹开厕所里 蹲坑的绑匪还没反应过来便领合法 屋内的同伴听到动静直接给了他一枪 好在他穿了防弹衣 他从隔壁房间绕到客厅 击毙了最后一名绑匪 确认没有危险后他开始伪造现场 他把枪塞进绑匪手里 并朝门口开了两枪 以此证明自己是被迫反击 做完这一切他来到一扇暗门前 打开一看里面关着两个被绑的女孩 这个警察名叫强哥 不久前他的搭档遇害 凶手至今都逍遥法外 此后强哥的性情大变 经常以自己的方式来打击罪犯 这次成功解救出人质 同事们都对他十分敬佩 很快大批记者赶到现场 上司老黑不仅没有责怪他擅自行动 反而在媒体面前大肆宣扬 因为他根本不关心行动是否合规 只要能尽快破案就行 所以强哥每次捅娄子 老黑都会暗地里帮他解决 但有一个光头可不这样认为 他指责强哥破坏规矩 罪犯应该交给法官审判 强哥却说这些坏人就该死 两人的谈话也不欢而散 隔天老黑告诉强哥 让他暂时调离警队 因为光头向调查组告发了他 强哥听完顿时怒上心头 起身准备去教训光头 好在被同事及时拦下 老黑也在一旁劝说 他这才重新坐下 但他并没有善罢甘休 下午他尾随光头来到超市 打算揍他一顿出出气 突然一辆汽车引起他的注意 车上有两个蒙面男人 强哥察觉到一丝威胁 他立马冲进超市里 准备把事情告诉光头 结果却遭到对方偷袭 光头以为强哥是来报复自己的 尽管他不停地解释 可光头根本不信 这时歹徒突然开枪 强哥赶紧抛枪反击 不料慌乱中一枪打中了光头 歹徒趁机将他乱枪砸死 由于强哥没了子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歹徒逃走 警方赶到后封锁了现场 通过监控拍到的画面 再加上强哥不小心的那一枪 现在所有证据都对他不利 不过老黑决定帮他一把 他让强哥偷走了监控光盘 再通过老黑的运作 事件就变成了支援未果发生的惨案 可强哥却心怀愧疚 他决心替光头报仇 于是他找到光头的搭档美队 美队却说光头的手脚不干净 他一直与两名毒贩勾结 并将警局里收脚的面粉调包 在由毒贩卖掉之后从中获利 后来因为分赃不均才将他干掉 但强哥并不信这一切 当晚两人来到案发地附近调查 强哥看见这里有群小混混 于是准备过去询问 其中一人吓得当场开溜 美队见状赶紧追上去 强哥则从另一边包抄 小混混爬上屋顶甩掉了美队 结果被胆到的强哥用凳子打翻在铁网上 在他的逼问下 混混说并不清楚两名毒贩的下落 但有个中间人胖子应该知道 第二天他们又找到胖子 询问他毒贩藏匿的地面 可胖子十分嘴硬 他害怕走漏风声引来对方的报复 然而在强哥的威逼力右下 他还是说出了毒贩的地址 随后两人又来到毒贩家里 可这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墙上也到处都是血迹 强哥推测他们应该遭遇了意外 美队跟随地上的血迹来到后院 果然在地里找到了两具尸体 挖开后发现里面的人正是毒贩 看样子已去世很久了 这说明光头并不是他们杀的 而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 虽然线索已经中断 但强哥可不愿放弃 接着他又找到胖子 让胖子转告幕后大王 光头能为他们做的事自己也能做 回去后强哥查看了案发时的录像 试图找出一些线索 突然电话响起 是胖子打来的 他说幕后老大要见强哥 临走时强哥找到光头的妻子 把装有录像的光盘交给他 并说一定会替他丈夫报仇 回到警局后两人开始整理装备 他不想美队跟着自己去冒险 可美队坚持要去 强哥见状也不再多言 就这样两人拿着武器出发了 在胖子的引荐下 他们终于见到了幕后的老大 两名警察来到黑帮老巢 向黑老大打听消息 强哥开门见山 他说自己是警察 可以从政务室搞到一批面粉 这些全都可以送给你们 但条件是要告诉我谁杀了光头 黑老大突然说道 美队听出这是一句暗号 他刚想提醒强哥 结果被黑老大一枪命中 看着第二个倒在自己面前的同伴 强哥彻底怒了 他快速打破所有的灯泡 趁着黑暗干掉了一旁的小弟 然后用冰箱作为掩体 把黑老大顶在墙上 直接一枪击毙 此时的美队已没了呼吸 这让强哥非常痛心 回家后他又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自己因为击毙了警方的卧底被通缉 他这才明白黑老大说的是警方的暗号 突然两名同事冲了进来 强哥没有选择反抗 他打算回去配合调查 可他们并没有返回警局 原来这两人才是杀害光头的凶手 而一切都是上司老黑指使的 老黑给黑老大做了个假卧底的身份 并暗中勾结在一起贩卖面粉 光头因为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 所以老黑才派人将他杀害 强哥终于得知了真相 他知道两人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偷偷解开手铐 突然对司机发起偷袭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还是被打晕 醒来时强哥已被带到了山顶 他挣扎着想要朝前方爬去 但两人并没有急于干掉他 而是不断地向他身旁开枪 然而反派通常死于话多 强哥趁机躲进了土坑里 其中一人刚刚靠近 被强哥用铁锹一下劈中了脑袋 就这样领了盒饭 另一人急忙掏枪射击 结果却打了个寂寞 最后也被强哥一枪反杀 重获自由的他一路狂飙 来到了上司老黑家里 他劝老黑立马去自首 老黑却还想用生殖来收买他 正义的强哥自然不会答应 他掏枪准备逮捕老黑 不料却遭到对方的反击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然而老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最终不仅挨了一顿揍 还被靠在楼梯扶手上 老黑正是终于慌了 他让强哥砸开后面的墙壁 等砸开之后 发现里面摆满了马内 老黑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穷怕了 只要放了我就分你一半 强哥心想干掉你全都是我的 接着他毫不犹豫地送老黑去了西北 故事的最后 强哥来到天台 很快局长也赶到了 他放下武器做好了自首的准备 但局长却把枪还给了他 并说警队需要你这样的正义之事 电影也到此结束